這次的畫作連展邀請到宜蘭縣二月美術學會 宜蘭縣藝術學會 宜蘭縣美術學會 宜蘭縣南洋美術學會 以及宜蘭縣粉彩美術學會 用藝術的創作為市民展現新戶城河的好景致 集合我們宜蘭縣裡面 所有重要的藝術的環節 來呈現我們非常精彩的 這樣抱我們家宜蘭的畫作 真的讓我們家感覺得非常的有意義 透過這樣的一個展覽 讓我們每一個人可以更深刻的來認識我們的宜蘭 邀請了所有的藝術家 所有的大師 來把宜蘭之美 宜蘭的改變的過程 一一的用藝文活動把它畫下來 這樣子見證宜蘭市的一個發展 奠定我們所有學藝術的 以及歷史的一個見證 五大學會及所有的藝術家齊心的 為我們宜蘭市的這個新戶城河寫下歷史 將最好的宜蘭市這個新戶城河的風華 能夠全部透過畫宜蘭我的家 把這樣的畫冊畫展能夠顯示 所有的在宜蘭市紀錄下來 市長江忠淵表示 宜蘭戶城河是許多宜蘭人兒時的回憶 這次宜蘭市升格80周年紀念活動 和五大藝術協會來合作 舉辦畫作連展 希望用藝術家的視覺 帶領市民從不同的角度欣賞新戶城河的風華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這次的畫筆 能夠讓我們更加的一個結合 透過我們這些 不管是陳中障老師 或者其他的大師 所這個手筆製作出來的這個過程 都能夠流入深深的一個情感在裡面 我們看到一個城市之美 有很多的歷史典故 跟我們共同的結合 我們也希望透過這麼精湛的一個畫作的寫生 所有的作品 都能夠成為我們見證歷史 紀錄歷史最好的一個這個典藏 連展共有13件作品 有水彩 油彩 粉彩 以及棉紙 絲畫等等 展期到3月14日為止 歡迎民眾踴躍前往觀賞 一起體驗市區秘境的詩情畫意 換宜蘭 我的家 宜蘭雄戰 宜蘭新聞記者賴福星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